最近很多朋友在講 也看不慣那個黃國昌 一直咆哮一直咆哮 他們都認為說 如果黃國昌立在假笑的話 我真的 我副院長 我就投你 我就把你定在副院長上面 你副院長我就讓你 你是戰神對不對 我就把你定在副院長那邊 我就讓你戰神發揮不了 讓你沒辦法去委員會 然後也不能表決 對 你連質詢都沒辦法 你每天就只能拿著那個錘子 在那邊講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就一直敲 一直敲 沒有講通過 通過 太離譜了 然後後來越敲越快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我就讓你這樣幹啊 對不對 我覺得超級有道理的 我真的鼓勵藍跟綠的朋友 你就真的投給黃國昌 把他定在 定在牆壁上 修理他 弄你發是弄的對不對 這真是囂張 有一句話啦 做對的事情之外 還要把事做對 對不對 我每天都講 我做對的事 我最棒 這個我們是道德的完人 這個政治的標竿 喊了老半天 結果你要推的事情 沒有一向成真的 這樣有效嗎 我覺得 我們從社運界出身嘛 一直到政治界 其實社運跟政治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微妙的差別 就是社運你當然就是高舉你的理念價值 對 你告訴這個社會 為什麼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前方有多麼美麗的風景 可是當你進入到政治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只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 你還要把這些事真正做成 否則的話 選民沒必要投給你啊 選民要投的不只是一個最會講話的人啊 他要投的是 你還要會做事的人 這才是重要 所以民眾黨他最大的一個問題 是他經常覺得 只有我自己最聰明 我自己最進步 別人都是笨的 別人都是落伍 都是反動 都是退步的 這種態度之下 他其實很難誠實 我就不理你 那沒錯 我也是你剛剛講了我的臺詞 我也是覺得吳子佳 我也很難得贊同他 但是我非常贊同他 就是現在巴西就變廢票 巴西變廢票 就不要再看你臉色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兩黨的態勢 你看他都已經是韓江沛 雖然有保留彈性空間 但是他就是 我覺得大家就是在賭 賭你民眾黨 你民眾黨最後一定自題人選 因為你民眾黨就是要保有自己的主體性 那你就是自題人選 你不想一開始就被定位為小藍或小綠 我認為民眾黨的這個 因為這個不只是立法院龍頭之爭 這也牽涉到外界會怎麼去看你民眾黨未來的發展 所以你是小藍還是小綠 我覺得大家這一帳都在看 那回過頭來 我覺得民眾黨有自己的問題 說實在你說八個人團進團出 如果到時候真的決議要投給韓國瑜的話 你覺得陳昭斯投的下去嗎 黃國昌投的下去嗎 黃國昌 我們就在這邊講過很多次 當時帶著大家去那個河床 西羅大橋的河床 為了那個韓國瑜岳父才殺死的那件事情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對不對 那時候你吵成這樣 你黃國昌你投的下去韓國瑜嗎 那黃珊珊也不可能 所以我認為說 那以他們現在這個態勢 韓國瑜是投不下去 那你說好不要跟民進黨合作 那你一定是自題人選 這一定是最後的結局 大家早就看穿了嘛 所以根本就不用合作 好那說實在的 我也認為說 現在國民黨就算拿到了這個政副院長 這兩席 坦白講對國民黨來講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國民黨是脆弱多數 脆弱多數 好你就算陳超民進數 你給人家算進去好了 你五十四席 你扣掉政副院長這兩席 你以後法案 等於說院長跟副院長是在最後關鍵 其實最後是如果扣掉政副院長的話 是五十二對五十一 才差一票而已 是 現在是脆弱多數 脆弱多數 如果有的法案有相關的什麼利益迴避史 或利益關係的話 你要說要跑票還是很容易就跑票 所以我是認為說你國民黨 你真的就是少了政副院長這兩席 對他們來講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關鍵 然後最後我要講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最近很多朋友在講 也看不慣那個黃國昌一直咆哮 一直咆哮 他們都認為說 如果黃國昌在假笑的話 我真的 我副院長我就投你 我就把你訂在副院長上面 你副院長我就讓你 你是贊神對不對 我就把你訂在副院長那邊 我就讓你贊神發揮不了 讓你沒辦法去委員會 然後也不能表決 對 你連質詢都沒辦法 你每天就只能拿著那個槌子 在那邊講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就一直敲 一直敲 沒有講通過 通過 太離譜了 通過 太離譜了 然後越敲越快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我就讓你這樣幹啊 對不對 我覺得超級有道理的 我真的鼓勵藍白的朋友 你就 藍跟綠的朋友 你就投給黃國昌 把他訂在 訂在牆壁上 修理他 剝你八十多了 對不對 那就是囂張 所以我是覺得說現在立法院 這個還有很多協調的空間 我最後講啦 剛剛有 有這個 有一些消息出來 就是說傅崑崎 傅崑崎 為什麼他還是覺得說 他不甘心啊 好 我在講 傅崑崎 他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 就是說他在選舉 你去看花蓮 花蓮 現在是這個 你去看整個結果 他不只 花蓮的得票 他不只侯友宜贏過賴清德 而且贏一半 而且他是全國最高票 侯友宜在所有的縣市 花蓮是最高票的 所以他會認為說 他在花蓮出錢 出力 出人 而且開的票 侯友宜給你開的票 等於說是一半 快一倍耶 對 是你壓耶 是你壓耶 所以傅崑崎覺得我出力 能出錢出力 結果你黨中央無視於我 什麼也沒有 所以他認為啦 退進可攻退歌手 他現在用副院長這一局 去逼我至少我要拿到黨魁 黨鞭的位置 做總召 黨判總召 他要當總召黨鞭啦 反正至少他要換到一個啦 那我認為說 如果國民黨沒有處理好這一席的話 沒有處理好復婚旗的話 也許他會變成下一個郭台銘 他就是說他不一定會出走 國民黨我覺得現在 他就一直就說 我賭你復婚旗不敢啦 你當時是怎樣 為了要回國民黨 同舟 同舟計畫讓你回來 他就 我覺得他就是賭復婚旗不敢 可是我覺得很多事情是沒有不敢 只是他有很多種方法 譬如說我剛剛表演那個 廢票的那個方法 那個復婚旗世界了 他雖然不是連霸 但是至少他是世界勞立委 該怎麼做他很清楚 好 那這個是聯合新聞網的一個分析稿 他陳順寫順子應該也是一個資深的記者 那他在立法院也跑一段時間 他坐我旁邊 對 他以前也 以前也跟我一起跑過立法院 所以你看夠資深 他就講到說 其實立法院運作不是說就是數學加加減減 有時候藍綠之間 其實除了極少數的爭議 比較大議案之外 其實大家是有共識的 所以他最後這一段 他這篇稿子還蠻長的 最後他就講 他說這個小黨要表現 理解 但奉勸黃山和黃銅昌你不要演過頭 所有法案議題都只是為了搶佔道德光環 不考慮國民黨才是議案能否過半的主體力量 不跟國民黨協商 難保真的會有另類藍綠核 讓民眾黨八席真正的力量現行 這個力量現行就是譬如說以委員會來講 民眾黨八個委員會 各一席其實無足輕重 那阿苗我就請教你 因為你在臺北市議會 你也算少數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議案 你覺得很重要 你想提案的時候 你是像黃銅昌一樣說 我就提案你不審 我們以後走著瞧 還是說你去找其他的人 來跟他協商 請他們支持 有一句話啦 做對的事情之外 還要把事做對 對不對 那時候我每天都講 我做對的是我最棒 這個我們是這個道德的完人 這個政治的標竿 喊了老半天 結果你要推的事情 沒有半相 沒有一相成真的 這樣有效嗎 我覺得我們從社運界出身 一直到政治界 其實社運跟政治中間 有一個有一個微妙的差別 就是社運 你當然就是高舉你的理念價值 你告訴這個社會 為什麼我們要往這個方向走 前方有多麼美麗的風景 可是當你進入到政治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只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些事 你還要把這些事真正做成 否則的話 選民沒必要投給你 選民要投的 不只是一個最會講話的人 他要投的是你還要會做事的人 這才是重要 所以民眾黨他最大的一個問題是他經常覺得只有我自己最聰明 我自己最進步 別人都是笨的 別人都是落伍 都是反動都是退步這種態度之下其實很難成事 因為民眾黨現在不是八十席民眾黨現在是八席在八席的狀況下你要面對到一件事情就是說你對面的民進黨跟國民黨也有民意基礎 這個是最重要的認知 我自己在臺北市議會 我是社民黨 只有一席 然後我雖然在我的選區 丹安文山區我得票是得第二高票 但是我要知道我第二高票並不是我是絕對多數我們選區裡面其他的所有選得上的議員他們背後也都是有人投票給他讓他選上 更不用說臺北市總共有六十一個議員我是六十一分之一 其他六十個議員 不管我贊同他還是反對他 他的背後都是有人民的支持才選上 所以對於民眾黨而言 我覺得未來的四年 如果他們真的有改革要推進的話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不能夠再站在道德的高地 你要從道德的高地能夠走下來 跟其他的所有的一百一十三席裡面 其他所有黨的立法委員能夠開成布公的大家把自己的條文 自己的版本拿出來之後 好好地進行協商跟討論 因為這才是合意志的民主 應該會有的樣子 如果說你今天只是說 你們如果都不照我的 你就是落伍 你就是退步 那你當然可以博得清高的民生 可是你不會實現任何一項你想推動的事情 這是我非常誠心的體悟 就像我們在臺北市議會裡面 很多時候也不是凡事都照我們的意 雙城論壇 一開始苗布亞提的案子是三百一百一百五十萬 全部刪掉 我一開始提到刪掉 可是後來然不同意刪掉 最後我們只好中間取個折中點 就是沒有刪掉 但是我們加一個彈書 如果共機共建持續老台兩岸氛圍不佳 那這一筆預算不可以用於舉辦 臺北上海雙城論壇 那我苗布亞也可以選擇另外一樣 你們不同意三是不是 我開記者會 我把你幹嚇說 你們都是舔共 你們藍綠都沒有盡力 民進黨團怎麼沒有跟我一樣意見 我跟你講這罵下去之後 保證預算一定原案通過 也可能不會有彈書 對 但是我們能夠協商說好 那最後藍綠 甚至連這個新黨各黨都好好好 我們弄個彈書出來之後 你說他有沒有一個往前一步的效果 當然有嘛 比起毫無限制 一定是往前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光光看選院長的時候 民眾黨提出這四點訴求 現在藍綠都不理他 那請問你四點訴求當中 你那裡實現了哪一點 而且更不用說你的四點訴求裡面 還有一點就是唱高調 地圖炮 他講說立法委員要加強利益迴避 凡是跟你本人或你家族有關係的 一概不准質詢 不准審議案 不准審預算 那我就問你這是不是做法自閉 因為未來黃國昌在立法院裡面 難道不能質詢居住正義的議題嗎 不行 只因為他的岳父是建商 所以你就完全不能動這方面的題目嗎 那這個顯然不合理嘛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你提這種地圖炮出來 不只是打到藍綠 你連你自己都要被打到的時候 如果啦 我講如果 如果今天藍綠真的說好 那以後家裡面有人從事相關產業的 一概不准質詢的時候 你黃國昌未來如何處理居住正義的意義 黃陳昭之就不能去慰望委員會 對 而且他也不能質詢這個人工生殖法 因為他自己有利害相關 他們裡面有一個藥師 那個藥師也不能去慰望委員會 對 變作是你越專業的 反而越不能質詢 黃珊珊關於律師的部分 他都不能碰 你說真的是害怕 黃國昌也不能 因為黃國昌也是律師 對不對 所以你說這個條件 他提出來如果藍綠都答應 這真的是進步嗎 所以我認為其實民眾黨 他真的是應該要平心靜蟹想一下 不要只有政治